曾老师好,很关心我们今天可以接着聊一下关于后生的光环与冰藏社工这个话题 因为你也知道我从2016年开始去济南洋花山冰衣馆参观过之后 就开始对这方面的冰移冰藏行业跟社工食物的联系就非常感兴趣 也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对这个死亡文化还有冰藏习俗这块比较就是好奇吧 就感觉小时候去一些景点参观特别对一些林木感兴趣 后来我想我也想过为什么一开始我觉得可能只是好奇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后来我看过一本关于写徐州狮子山汉墓的一本书 然后里面有提到一句话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说从我们看到这个黄土的一些车的印痕呢 或者就当时工人建造这个墓这些遗迹吧 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他们是怎么来进行这些活动的 所以给我一种感觉也有一种印象吧 就是我们现在在研究这些死亡文化或者说是死亡教育 会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生命的含义就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我们研究死是为了更好的生 所以这也是我自己的一点感悟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后生命关怀跟冰藏社工具体 界定方向跟范畴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一共我们现在是认为社会工作的这个食物领域 就是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就是直接服务教育培训行政管理经验中发展 那面对的人群目标人群 首先最直接的就是家属是我们的客户 然后就是在冰藏社会工作的员工 他们也是我们的标人群之一 包括这个冰藏社会所服务的一个社区的公众一个范围 还有就是联系到现在的科技教育 线上教育就是网络这一块 所以我大概认为这个冰藏社工实务的方向跟范畴 可以形成这么一个四乘四的矩阵 其实今天我们能够继续探讨这个话题 我也很高兴 你也知道 就是你说2006年的时候过去范围 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在那边的工作呢 已经开始了好几年 其实呢 说回来 我们在山中省引进社工到 就是社工服务到殡仪馆 其实最早应该算是2009年的时候 当时呢我就跟山中大学我的好朋友高建国老师 还有就是其他的人合作 开设了一个社区服务中心叫三传 谁去服务中心的 当时呢 就那个还是一种很创新的东西 就是来到A6宾馆 有这种需要 我们是否可以把那个员工放到那边去 那个是2009年开始了 然后我们在那个头几年的发展呢 都受到我觉得有很多方面的服务 我们得到的反馈还是比较正面的 所以那就为什么这个工作 现在说出来已经维持了训练 现在对于这个感兴趣 就是我最安慰的事 因为我就一直想这个东西必须有人来牵头 有人来给他提示一个方向 甚至往后下去的话 有人去指导他的发展 然后呢就算是发挥一个带领的作用吧 因为现在呢这个团队虽然不斗 但是你也知道那个团队呢 其实将来也很大可能是会慢慢会扩大的 现在人可能很小 那刚才你提到那个四个领域呢 我记忆中就是早期你跟我 还有我们多大这边一些同学 包括那个黄允贤 后来也有其他的同学 也对他感兴趣的 我们就开始把那个就是 那个那个阀锁就是界定下来 刚才说的那四方面 我觉得就非常好的就是有个参照的框架 那个就说出这个领域 另外呢我还得说一下呢 那个也是我跟你早期讨论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认为是个很好的一个 就是把这个东西概念化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把我们社会工作服务 从人的出生到的人生命结束 甚至生命结束之后 下来的家人啊就是亲友啊 对于那个已经往生的人 他们的怎么去处理这个经验 而且那一个人的生命结束之后 其实他在社会上遗留下来的 就是全活在人的记忆里面 或者是全活在历史的记录里面 那更重要的就是情绪层面 当然就是那些对死者来说 那些就是关怀他跟他有重要关系的人 那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整个生命的结束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生命结束 人作为一个实体一个个体结束之后 他作为一个社会现实 作为一个我们记忆里面 曾经存在过的人物 这个记忆是没有完全消失的 我们说的历史 无论是个人的历史啊 就是一个小群体的历史啊 商圈的历史 城市的历史 一个地区的历史 国家的历史 这些历史 都是把那些不同的 过去已经发生的事 而且那个历史 某些意义来说 是活在我们中间的 而且它对我们来说 产生很真实很集结很具体的影响 大概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们把那个后生命关怀 那我还记得初次跟你讨论的时候 你把他定义是从大致是 比如说有上班人来说呢 就是退休之后 然后呢 要是没有传值上班人 大概就是他就从非常活跃的这种社会角色 慢慢就是减慢下来之后 他那个所谓晚年的生活 一直到去世 一直到那个就是殡葬仪式结束之后 甚至我们可以看这个人的仪式 对他的亲人朋友 他的社区有什么影响 那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去把那个范畴界定 那里面呢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一个故事 应该是很受他感动的 就是在南韩有一个 就是女性主义的学者 他做了一个纪录片 是应该是关于他奶奶的 然后呢 他奶奶的就是 在当年在南韩那个地方 很多女孩子都没有上学的机会 所以很多人都不认知了 然后呢 他后来这个电影呢 就是去说他奶奶的故事 他奶奶做了一件事 他就是晚年的时候 他本来可以好好住在大城市里面 想不去啦 可以这样说 但他没有时间选择 他回到这边的山坑 然后呢 就给那边每一个去世的女性 写他们的一个就是生平的记录 然后呢 这样这些不会就是默默无声的死去 然后就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消失了 那个呢 是对我来说 这样感人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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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片 我还记得我初次跟你说这个的时候 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呢 某一意义呢 就是把我们人类的生活世界里面 生死之间这些不同的经历 这些不同的现实 结合起来 然后我们从一个社工的角度呢 就是怎么去提供一种服务 让所有相关受影响的人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 进入一个可以说是更好的一种存在的状态 更好的生活的处境 我估计我们的理想应该大概来说是这样的